现在全球最流行的网络短信平台Twitter 在中国大陆是被封锁的 在中国他们用微博大约有5亿的用户 日前在加拿大出版的一本新书 《微博敏感词》当中 揭示了大量被遮罩的关键资 记者朱峰的报道 大陆留学生Emily来到多伦多一年多了 她最开心的是 终于可以自由在网上浏览信息了 我在国内的网站上想搜索 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 法轮功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民主的一些内容的话 都是不可能的 的确如此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谷歌政策研究员 Jason N出版的新书 《微博敏感词》就披露了150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如上海帮 五毛 游行 新唐人 暴力拆迁等 连打入月月鸟也没有结果 因为涉及支持武力镇压六四学生的李鹏 Jason表示 微博上被屏蔽的大部分是中共高官和意义人士的名字 以及自由媒体 宗教 天灾人祸等 也会因政治需要实行阶段性的过滤 网站过滤敏感信息 对于很多大陆网民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中共近日就抓捕了 包括薛满子在内的几位微博大V 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 这是十八大以后 中共进一步控制微博的手法之一 一个人嫖娼竟然能上升到中央电视台去大肆报道的地步 这肯定是他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他一个是为了打击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信誉和他们的人品 另外一个就是让微博上还敢触碰中共底信的人销声 而Emily就相信 终有一天 她能和大陆的朋友们在网上无拘无束的交流 我来到海外以后 在海外的网站上看到了一些真相 我就相信中共将来倒台已经不远了 我相信那个时候 也就是中国大陆迎来真正网络自由的时候 新唐人记者朱峰 加拿大多伦多报道